弟兄姊妹们 朋友们 主日平安 欢迎大家来参加多伦多中华福音宣诞会在线主日崇拜 现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 请大家低头默道 预备心 请慈琴续悦 祝福音宣词 祝福音宣词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 称颂他的名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述说他的歧视 因耶和华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万神之上 当受敬畏 阿们 弟兄姊妹们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一同的敬拜 我们的主是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 诗篇一百五十篇说 凡有气息的都当赞美耶和华 当主还存留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要欢呼赞美他 将来在天上神永恒的国度里 我们更要一同地欢呼赞美 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 举起圣洁的手 同心送养主的圣名 同心送养主的圣名 和真佩的我们敬拜尊重 我们同心可以举起圣洁的手 同心送养主的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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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配得我們敬拜尊重 同心可以举起圣基守 同心颂养主生命 同心颂养主生命 同心颂养主的生命 同心颂养主的生命 祂真佩得我们敬拜尊重 我们同心合一聚集上接受 同心颂养主生命 颂养主生命 同心颂养主的生命 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祂为了救我们脱离罪 重新与神和好 甘愿受尽屈辱 为我们牺牲 成就了神奇妙的恩典 祂也保守带领我们 赐我们每日的恩典 每日的力量 让我们跟随祂的角踪行 让我们一起来颂赞 感谢这位奇妙的救主 基督说罪就恩完成 何等奇妙的救主 我罪的舍代教父亲 何等奇妙的救主 何等奇妙的救主 是耶税我主 何等奇妙的救主 是耶税我主 我赞美祂喜最宝雪 何等奇妙的救主 是我与神和好心愿 何等奇妙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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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耶税我主 何等奇妙的救主 是耶税我主 何等奇妙的救主 何等奇妙的救主 是耶税我主 何等奇妙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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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耶税我主 何等奇妙的救主 何等奇妙的救主 是耶税我主 是耶税我主 何等奇妙的救主 何等奇妙的救主 是耶税我主 何等奇妙 何等奇妙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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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求主加添我们每日的信心 一生靠主 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 我每日心靠救助 虽然路上有风雨 我信心有时不足 只靠主耶稣看过 靠耶稣每时每刻 靠耶稣度过岁月 无论月或复干枯 只信靠耶稣我主 求生灵发出光亮 照在我软弱心上 来祝福直面跌倒 只靠主耶稣引导 靠耶稣每时每刻 靠耶稣度过岁月 无论月或复干枯 只信靠耶稣我主 路光明当送出名 路见苦苦求主通行 与为先王主保护 只靠主耶稣领路 靠耶稣每时每刻 靠耶稣度过岁月 无论月或复干枯 无论月或复干枯 只信靠耶稣我主 我一生靠主到底 坚信仰望到历时 直到今荣耀天成 只靠主耶稣引领 靠耶稣每时每刻 靠耶稣度过岁月 靠耶稣度过岁月 我们一同凭信心在神面前祷告 把我们的感谢送赞 都献给我们的主 靠耶稣地 佩德敬拜尊崇的主耶稣 我们是一群蒙你的宝血所熟买的人 基督赎罪救恩完成 我们的罪得俗代价付清 使我们与神和好心悦 这是何等奇妙的救助 我们感谢你 你付上这样的代价 是因为你爱我们 你看我们是这样的宝贵 主啊 你把我们看为宝贵 也求你使我们每一个人 把你拯救的恩典看为宝贵 也使我们用你的圣洁 荣耀尊贵 来守住自己的言语 守住自己的行为 守住自己的身子 直到见里面的日子 配受赞美 配得荣耀的主耶稣 你爱我们 为我们舍己 你更教导我们彼此相爱 像你爱我们那样彼此相爱 使你的教会能够在地上荣耀你的名 见证你的名 愿你恩典的大爱 紧紧的吸引我们 愿你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活水 激荡我们的心来归向你 使我们在世上 不求自己得到什么喜悦 只求你的心意得到满足 不求自己得到什么荣耀 只求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人生短暂时光飞逝 趁着怀疑今天 求祖引领我们更加亲近主 更多得到主的恩典和怜悯 使我们能尽心尽性 尽力爱你 为你而活 无论于祸福干苦 只信靠耶稣我主 定精标杆直跑 必见神的荣耀 主啊 你的恩典每天早晨都是新的 现在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 聆听你的话语 这是我们新的恩典和福分 求你的灵洁净属于你的每一个人的心 我们也将今天的讲员 王成伟牧师交托在恩主的手中 求主高默王牧师的口 让他所传讲的句句都是从主而来的真理 求主向每一颗谦卑且专心寻求你的心 来启示你自己话语的奥秘 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行走在真理的道路上 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 不配地祷告 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今天我们很高兴再次请到了 加拿大多伦多华人神学院 教会拓展主任 王成伟牧师来为我们传讲信息 现在我们一起朗读今天的经文 诗篇57篇1-11节 神啊 求你怜悯我 怜悯我 因为我的心投靠你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阴下 等到灾害过去 我要求告至高的神 就是为我成全注释的神 那要吞我的人 辱骂我的时候 神从天上必思恩救我 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 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 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 他们的牙齿是枪 剑 他们的舌头是快刀 神啊 愿你崇高过于诛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 压制我的心 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 自己反吊在其中 神啊 我心坚定 我心坚定 我要唱诗 我要歌颂 我的灵啊 你当行起 琴瑟啊 你们当行起 我自己要及早行起 主啊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在列邦中歌颂你 因为你的慈爱高级诛天 你的诚实达到穷仓 神啊 愿你崇高过于诛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弟兄姐妹们平安 谢谢李牧师 谢谢教会的邀请 让我今天能够跟大家 一起来思考研读神的话语 有没有进入过旷野的山洞 这种经历呢 那有一年在坦桑尼亚 探望教会的时候呢 有当地的同工带我 跟另外一位牧师呢 到一个山洞 去看史前时代留下来的壁画 那我们在非常热的天气之下呢 走了一段非常长的路 因为是旷野 那印象当中呢 没有太多的花草树木都是石头 在太阳的照射之下呢 当地的岩石还有石头 就呈现赤红色的非常怪异 看到山洞 然后呢走进山洞 感觉呢总是有点的不自在 因为那个地方呢 有不少野兽出没 也有呢各种有毒的蛇丛 洞穴的空间就非常的小 空气很闷热 那我们待了一会儿之后呢 没有来得及看那个壁画 天气呢天色呢 已经呢慢慢的暗下来了 那必须要赶快呢 回到教会的营地 当地呢没有电力的供应 所以太阳一下山呢 就漆黑一片 只靠铜宫的一盏 小小的汽油灯来照明 气氛是非常可怕的 夜幕低垂之下的旷野 危机四伏 旷野的山洞 给人的感觉就是阴森恐怖 旷野里面的山洞 感觉是非常不好的 过去一年多 我们很多时候呢 都被逼要留在家里 没有办法外出 尤其是长辈 还有长期病患的弟兄姐妹 那为了避免呢 病毒的感染呢 我们都躲在家里面 就算现在呢 已经呢 居家令已经解除了 而且呢 经济也慢慢重启了 我们还是尽量呢 少一点的外出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要留在家里面 很多人都要留在家里面工作 也有不少人呢 失去了工作的机会 在家里面的感觉呢 就像有点困在山洞里面的感觉 山洞外面的世界 又好像旷野一样 危机处处 我们搭公车也好 上超市也好 进公司或者是 送孩子们上学 我们都要小心翼翼的 我们很怕呢 这个疫情又会再一次的严峻起来 那诗篇里面呢 有好几首的诗篇 是大卫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的时候 躲在山洞里面写的 那诗篇第57篇的标题 很清楚的记述 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 那个时候他做了这一首的经诗 交与令长 那诗篇没有说大卫是在哪一个山洞里面 写诗篇57篇 他曾经躲在亚都兰洞 他也曾经躲在影基底旷野的山洞里面 对大卫来说 那个时候是他人生当中最最困难的 其中一段的经历 危机四伏 时局艰难 他从人生的高峰跌了下来 一下子呢 失去了高官后路 他失去了妻子 他失去了挚友 他被他的上司来追杀 饥饿 困苦 颠沛流离 然后呢 他家里那些向来呢 看不起他的亲人 因为他呢 而被逼跟他一起流亡 还有呢 从以色列王国四方八面 来了一批逼上梁山的困苦人 黄志祺牧师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 半开玩笑说 他说 这一群人都是心里不平衡的人 要是我服侍的教会 来了这一群人 每天都在这里吵吵闹闹 我大概会求 神啊 杀了我吧 但是你如果读大卫的诗篇 你会发现 他没有在山洞里面求死 他竟然在洞穴里面祷告和赞美神 没有因为自己的经历而灰心丧胆 那Warren Whitsby牧师认为 这首诗篇可以让我们想象到 大卫在逃亡的时候 每天所做的事情 他一天之内的生活是非常简单的 从白昼到黑夜 再由黑夜到黎明 大卫就重复的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祷告 把山洞看为至圣所 第二 赞美 把洞穴变成了音乐厅 第三件事 他尊荣神 把扫罗王的卫生间 变成了荣耀神的神圣之地 大卫做这三件事 让我们看到他人是在沿洞里面 心却在洞外广大 潦荷的天地之间 当我们走进大卫受苦的洞穴里面 我们会惊讶的发现 他的山洞真是别有洞天 但愿洞里面不一样的风景 为受疫情 困于疫情之下的你跟我 带来一点的启发和鼓励 我们来看一看第一节 神啊 求你怜悯我 怜悯我 因为我的心投靠你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 等到灾害过去 大卫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祷告 大卫在山洞里面向神祷告 呼求神的怜悯 他重复的呼求神怜悯他 可见他内心是何等的焦虑难过 他的祈祷又是何等的阴切 用怜悯这个词来向神求助 表明了祷告的人 深知道自己是不配的 他自知不配得到神的恩典 但是在困骨当中 他走投无路了 唯有不断地向天来呼求 他向神表明他整个人 都要投靠在神的翅膀的印下 躲在神的里面直到灾害过去 神翅膀的印下指的是什么呢 这里指的翅膀不是青鸟的翅膀 而是约贵施恩座的基路伯所伸展出来的翅膀 在旧约的时代 神的保护能力是以至圣所的身座作为象征的 在那里有基路伯为护卫 那个地方有神的铜在 大卫竟然将山洞比喻做神会幕里面的至圣所 在那个地方有神的约贵 而约贵施恩座的基路伯在伸张翅膀 洞外是非常厉害的风暴 但是山洞里面却是避难所 神在其中 洞外满是灾害 但是大卫想象自己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 躲在会幕里面 在基路伯翅膀的印下 那个是一个祷告求神帮助的地方 也是最最安全的地方 在第三跟第四节里面 大卫说 洞外的敌人好像饥饿的狮子 又像熊熊的烈火 他们的嘴巴好可怕 牙齿是枪剑 舌头是快刀 意思是这些人肆意控告人 说出至人于死地的恶毒的话语来 他们诬告大卫 他们冤枉大卫 他们侮辱大卫 他们陷害大卫 像野兽吞吃猎物一样 意图吞吃大卫 这里大卫所描写的 是在扫罗王面前 污蔑大卫的人 而耳朵软的扫罗 就听从了这一群的恶师 对大卫展开了疯狂的追杀 中外如是 皇帝总是记财的 对有本事的人 心里面是一千一万个不放心 但是大卫非常镇定 他向至高的神 就是最伟大 最有能力的那位主来祷告 这位至高的神 又是为大卫成全诸事的神 他说 我要求告至高的神 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 神为我成全诸事 这句话含义非常的丰富 成全就是做事周全 上帝做事不会半途而废 一定会做到十足 这位承诺拯救人的神 他一定会拯救我们到底 不会呢 做一半就放弃 当大卫向神祷告的时候 大卫说第四节 神从天上施恩救我 从天上施恩原来的意思就是说 从天上差遣 那差遣什么呢 下面一句 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 哦 原来神差遣慈爱和诚实 来保大卫的周全 为我成全诸事 也可以翻译作 神会在我身上 成就他的旨意 成就他的计划 他在我身上的旨意和计划是什么呢 就是不会让敌人得逞 上帝必定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 就算大卫在仇敌的追捕压迫之中 就算他要面对像狮子 像烈火 牙齿如枪 舌头如刀的人 上帝永远的爱爱他 神信守诺言 与他同在 就算我们今天落在各种的困难当中 像大卫一样在山洞里面 好像要逃避敌人的迫害 完全没有希望了 但原来山洞呢 是上帝的制胜所 在那个地方有神的身座 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 神就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他向我们发出慈爱以及诚实 保我们周全 这是很多基督徒共有的经历 孙中山先生在伦敦蒙难记提到他被绑架 囚禁在伦敦的大清宫使馆当中十几天 为清廷效力的玛格里打算将孙中山捆绑 然后在夜里压他上船 从水路运送他回中国 那孙中山被绑进宫使馆的初期 根本是没有人知道的 没有办法求救 他心里面就感到非常的绝望 那怎么办呢 他就向神来求救 宫使馆的房间就是他的山洞 他不断的向神祷告呼求 他说 此时唯有痛心忏悔 肯切祈祷而已 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 欲其欲切 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 全无忧色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 神是听祷告的神 他深信祈祷有应 蒙神施恩 而后来他的老师们终于呢 把他救出来了 那孙中山深信是上帝施恩 接我祈祷 他在伦敦的经历完全是天赋的大恩 他说他在伦敦蒙难 正在这个九死一生的时候 上帝及时透过他的老师救了他 是天心有意 让他得以离开宫使馆 重获自由 在求助无人的时候 孙中山就呼天求救 我们不一定像孙中山一样 被政府来追捕 追捕 也不像大卫一样呢 被我们的上级来追杀 也没有逃避 躲到这个旷野洞穴里面的经历 但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 也一定会遇到各种的困难 困苦 艰难 你跟我经历艰难的时候 会不会把山洞看得非常的恐怖 为这个潜伏的危机感到非常的忧虑呢 感到非常的害怕呢 还是说像大卫一样 把山洞看为至圣所 是祷告呼求神的地方 并且相信呢 神会垂听祷告拯救我们 神答应过我们 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深座前 为要得连虚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有没有祷告呢 我们有没有求主来帮助我们呢 那今年 去年 去年年初的时候呢 在疫情爆发之前呢 我跟我太太就是王师母呢 一起到了金三角一所的圣经学院呢 做教导的服饰 那学校呢 就在睡美人山的山脚下 那当年呢 大概两三年前 发生了青少年足球队被困山洞的事件 出世的洞穴呢 离开学院了 不过呢 是几分钟的车程 那我和师母呢 就在刻余的时间呢 到山洞去参观 泰国的政府呢 已经呢 在出世的地点呢 建了纪念馆了 从前可以自由进出的山洞呢 现在都有人把守 那游客呢 只能够呢 在洞外来参观 那睡美人山是布满了地洞 以前呢 是制毒的工厂 还有运毒的通道 野猪少年足球队 在踢完足球之后呢 就在年轻的教练带领之下呢 进到这个山洞里面去玩 哎呀 谁知道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让洪水呢 倒灌进入这个山洞 这一群不会游泳的孩子们 为了逃生 就往山洞里面走 谁知呢 这个水位高涨 把他们困在这个山洞里面 泰国政府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队伍 就展开了一场 史无前例的国际救援行动 被困的孩子们 包括了瓦族的基督徒 阿杜·萨蒙 阿杜呢 他自幼是家境 家境是非常贫苦的 在金山脚山区长大 他没有国籍 也没有身份 父母在小时候呢 就送他 到这个边境的小城美赛 交给了 尽兴会的一位牧师来抚养 他和队友被困山洞的时候 他才刚刚受尽不到半年 他回忆在洞里面可怕的日子 他说 到了第十个晚上 我们已经失去了耐心 希望 体力和勇气了 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 来解决当下的情况 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祷告 他在洞穴里面的祷告非常简单 他祷告说 主啊 我不过是一个孩子 而你是至高的神 如今我什么都不能做 但是您是伟大的主 您能来保护我和我的同伴吗 您能来拯救我们 帮助我们吗 他就向神来祷告 就像大卫的诗篇 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 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 被困十八天之后 孩子们终于获救 当地教会就为孩子们私利逃生 举行了感恩崇拜 基督教的媒体 报道少年足球队获救 是因为上帝从天上施恩拯救 拆遣 慈爱 以及诚实来帮助孩子们 Abdu他做见证说 在最困难的时刻 我的帮助是来自神自己 我当时非常专注地祷告 而神给我一个很清楚的回应 我的帮助是来自神自己 我当时非常非常的清楚 神他听了我的祷告 他正与我一同面对山洞里面 可怕的情况 而我深信 他会拯救我脱离危险 我心里面的力量 来自我所信靠着神 他既然在我生命当中 最黑暗的时刻 保护我的安全 在日常生活里面的 各种的挑战当中 他同样会看顾待领 他是为我成全诸事的至高神 一个人穷疾就会忽天 痛疾都无不忽求父母的 到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们都会忽求上帝来帮助 像孙中山 他在公使馆困住他的洞穴里面 来恳切地祷告 又像Abdu他在洪水 快要淹过这个地道的时候 专注祷告 他们都像大卫一样 在山洞里面来祷告神 神应允了他们的祈求 大卫在危难当中投靠神 把恐怖的亚杜兰洞和影机底的洞穴 变为至圣所 大卫知道只有藏在神的翅膀之下 方能逃过风暴 经历平安 他把山洞看为至圣所 在苦难当中 他来到神的誓恩座前祷告 他深信神会为他成全诸事 是一位听祷告的主 他仍被困在洞穴里面 祷告却飞到天上 直达到至高者的耳中 今天我不知道你的亚杜兰洞 你的影机底旷野的山洞是什么 我鼓励你把它看作至圣所 在苦难当中 有神的同在 神会听你的祷告 神一定会施恩救你的 在山洞里面 大卫做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赞美神 大卫对神有充分的信心 第六到第十节 他深信神会听他的祷告 使践踏他的人受到神的惩罚 刚才大卫把敌人比作猛兽和烈火 现在他把他们看为是猎人 第五节 他们为我的脚设下了网罗 压制我的心 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 自己反而丢在其中 敌人好像一个猎人 来抓动物跟飞鸟一样 他们设置那个信件 要大卫跌落其中 他们把大卫当作是猎物 抓到之后就压制大卫的心 心也可以翻译做颈像 脖子 敌人狠狠地用脚压住大卫的颈像 让他的动弹不得 没有办法呼吸 可是大卫怎么说呢 他说这些人害人中害己 原本是挖坑要大卫生陷其中 谁知是自挖坟墓 自己反而丢在其中 自食恶果 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到 几个恶人自食其果的例子 好像受到污告的大泥里 被扔在狮子坑里面 结果神保守他 不至于遇害 完全没有受伤 但是那些控诉他的人 反而被扔到狮子坑里面 被狮子咬死 吞吃掉了 要好像呢 波斯的首相哈曼 本来想要害犹太人 要处死莫迪改的 特地还造了刑具 那结果呢 皇后以撕铁呢 在王的面前 揭发了这一场的阴谋 最后死在木架上的 不是莫迪改 而是哈曼自己 害人中害己 大卫深信上帝会为他出头的 他对上帝专一信靠 没有怀疑他在诗歌里面 对上帝表明心智 他怎么说呢 神啊 我心坚定 我心坚定 我要唱诗 我要歌颂 有没有留意到大卫是重复的说 我心坚定 前面他重复的祷告 求神怜悯 这里呢 他重复的说 我心坚定 是加强语气 表明他的心机 告诉神 他的心是坚定信靠神的 而不是摇晃的心 不是呢 一个一个专心仰望神的人 他就不怕呢 凶恶的信息 他心坚定 依靠耶和华 他心确定 总不惧怕 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 那大卫呢 一心赞美神的作为 传颂神在他和众民当中的奇妙作为 他重复的唱 我心坚定 我心坚定 我要唱诗 我要歌颂 然后他多出多次的发出呼吁 要自己呢 醒起啊 要乐器醒起 甚至呢 要太阳醒起 歌颂神 我的灵啊 你当醒起 琴瑟啊 你们当醒起 我自己呢 要及早的醒起 他呼吁自己的灵醒起 他要有所行动 他不要呢 在洞穴里面呢 被忧虑了 恐惧来捆绑他 他拿起琴来 弹奏乐器 而从文法 文法呢 语法来看啊 大卫呢 是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的时候 就是在极早的时候 起床 唱诗赞美神的 用琴声 用歌声 来唤醒太阳 太阳出声 发出的曙光 原本呢 是要唤醒沉睡的人 但是大卫以他的歌声赞美 来迎接黎明的来道 以歌声赞美 来唤醒太阳呢 他大声唱 主啊 我在万民中称谢你 在列邦中歌颂你 因为你的慈爱高级诸天 你的诚实达到穷悵 有时候我在想 大卫在逃亡的时候 在言动里面还大声唱歌 他不怕他的歌声 他的情声会惊动仇敌 让敌人知道他的藏身之所吗 会不会是他的歌声 引来了注意 像扫罗的探子 暴露了他的行中呢 但是大卫好像一点都不怕 他清早起床 拿起琴来 他就在洞里面呢 就开始唱歌 大卫先前的那种 焦虑难受 似乎呢 在琴音跟歌声当中呢 一扫而空了 邝炳招牧师 在从圣经看如何处理 忧虑与恐惧 这本书里面提醒我们 他说人生当中的焦虑恐惧啊 是需要行动来赶走的 他用一个故事呢 来说明 与其在山洞里面 忧虑害怕 不如用实际的行动 来对付我们的洞穴 忧虑恐惧症 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两颗种子呢 被压在黑黑的泥土里面 第一颗种子说 我要努力生长 向下扎根 还要呢 往上呢成长 让叶子呢 随风呢 来摇摆 歌颂春天的来临 感受阳光的温暖 沉露嫡落这个花瓣的 喜悦 那第二颗种子呢 却说 你想清楚了没有 你不怕 向下扎根的时候 你会碰到硬的石头吗 你如果长出幼芽 难保不会给蜗牛吃掉啊 你如果开花结果的话 你的花还没有开 就给松鼠呢 吃掉哦 开了就给人剪掉 拔掉 我还是想清楚 再算 再做打算吧 于是呢 第一颗种子 非常努力的生长 第二颗种子就继续 呆在这个黑黑的泥土里面 几个星期过去了 一只母鸡呢 走到这个院子里面 东啄啄 西啄啄 第二颗的种子呢 就这样 咕咕咕咕咕 就落在这个母鸡的肚子里面 忧虑 恐惧 但是呢 不采取行动的人 就像第二颗的种子 永远呢 在黑黑的泥土里面 看不到阳光 作为牧师的我呢 我感 我觉得呢 最能够赶走这个山洞 忧必恐惧症的行动呢 就是向神来发出赞美 像大卫一样 山洞没有叫他 就是好像呼吸困难一样 反而呢 成了acoustic音响 声乐一流的音乐厅 琴音和歌声 在洞穴里面回荡着 越唱就越有能力 越弹奏音乐就越有power 山洞呢 是困不住大卫的 他要呢 高声来赞美神 读神学的人 对加帕多家教父 就是Capastosian Fathers 一定是不会陌生的 他们的神学思想呢 影响深远 那我年轻的时候呢 对孕育他们神学的 那个地方是非常好奇 到底 那个Capastosia是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原来那个是一个 怪石临寻的地方 很多原动 还有地道 那个是基督徒逃避 迫害的地方 尤其是第七世纪 回教兴起 大肆迫害杀戮基督徒的年代 在当地的考古学家 近年的陆陆续续 挖掘了不少信徒 当年藏身之所 覆盖的面积呢 原来是非常的大 好像一个地下的城市 可以住上好几万人 这些的洞穴和地道 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沧桑 信徒们逃避罗马的迫害 亚拉伯人的迫害 蒙古人的迫害 到了上两个世纪 奥图曼以及土耳其 对信徒的迫害 1923年 超希腊语的基督徒 被逐出这个土耳其 整个地区呢 就荒废了好几十年 直到六十年代 方才呢出土 从前不为人知的 那个神秘的地道跟沿洞 得以开放给人参观 成为了旅游的圣地 最让我感到稀奇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错综复杂的地道跟洞穴里面 竟然有无数漂亮的壁画 古老的雕刻 洞壁上面呢有经文 岩洞里面呢有祭坛 这个根本呢不像一个逃难的地方 不见天日的岩洞 是敬拜赞美神的教堂啊 信徒们在地道里面赞美主 至少已经有两千年了 他们没有被地面的迫害所瞎怕 他们的鸭杜兰 他们的影基底 是一个充满歌声 祷告 敬拜赞美的地道 进入其中 别有洞天 在逼迫痛苦的经历里面 历代信徒没有停止赞美神 地面不能唱歌吗 就钻到地洞里面 还是可以唱的 疫情之下 教堂不能唱歌 真是想都没有想过啊 但是不要紧 我们在自己的鸭杜兰洞 在自己的影基底 我们可以唱啊 把送赞荣耀归给那一位 不受时空限制的主 掌管天地 包括地道烟洞的神 越唱我们就越有能力 基督徒我们是以赞美 来对抗瘟疫 逼迫 还有各种各样的困难的 我们当效法大卫 在极早的时候 也就是黎明十分赞美神 为什么他强调极早呢 大卫在漆黑的山洞里面逃亡 他非常期待黎明 因为黎明象征神拯救的到来 神应许的实现 神恩典的领导 于是呢 他的盼望就成为了他的力量 竟然呢 可以在洞穴里面呢 向神来歌唱 你我在困难当中 有没有看到黑夜的尽头 有没有看到黑夜最深的时候 正是黎明破晓 将要来到的时候 心存盼望 就能够唱诗赞美神 奇妙的是 越唱诗歌 你跟我的心就越加的坚定相信神 你越赞美神吗 你我的心灵就越发的苏醒 越歌颂 你就越能体会神的慈爱 以及信实 就像历代受尽痛苦逼迫的基督徒 他们在洞里面没有停止赞美神 用赞美来迎接黎明的到来 救恩的实现 当你在困难当中 困局里面 感到呼吸困难的时候 不妨多一点唱诗 不妨朗读诗篇 我们来赞美神 神救恩的亮光 一定会进入你的心灵 赶走忧虑和恐惧 还有一切的黑暗 最后 大卫在洞里面做的一件事 就是尊荣神 第五跟第十一节 神啊 愿你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第五跟第十一节 好像这首诗篇的副歌 重复的来唱着 他呼吁自己 他也呼吁百姓 来赞美神 歌颂神 高举神 荣耀神 在山洞里面呢 一样可以荣耀主的 这一句的诗句 已经是非常的宽广宏伟 在小小的漆黑的洞穴里面 大卫看到的 竟然是高高的天 荣美的大地 而比天更崇高 比地更辽和宽广的 就是上帝自己 大卫的心 不是在洞里的 他在天地之间 尊崇神的荣耀 以及伟大 大卫在绝境当中 他还可以呢 荣耀神 何以见得呢 圣经 撒姆尔记 记载了一件事情 扫罗追杀大卫 他和军队来到影基底 要来找寻找大卫 那扫罗呢 就离开军营 孤身一个人进到山洞里面 要大解 方便 他宽衣解大 带 把兵器了 把袍子都放在一边 那影基底一带呢 有很多的洞穴 但是呢 扫罗偏偏选了 大卫躲藏的那个山洞 那大卫的随从就认为 扫罗进入那个洞穴 是大卫除去敌人的 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们甚至说 哎呀 这是上帝的旨意啊 跟随的人对大卫说 耶和华曾应许你说 我要将你的仇敌 交在你手里 你可以任意待他 如今时候到了 扫罗送上门了 你现在不下手 要等什么时候 问题是 神什么时候应许过 神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 神没有说 大卫可以动手伤害扫罗 因此大卫从来都没有计划 要杀死扫罗 因为他相信 神自有他的时间 和方法来对付扫罗的 大卫呢 反而呢 有向神祷告 求神为他伸冤 让扫罗知道 他不是一个谋反的人 大卫呢 就翘翘的沿着沿洞的墙 走到扫罗放外袍的地方 偷偷的割下了袍子的衣襟 然后呢 又翘翘的退回去了 扫罗方便完了 大便完了之后 就离开山洞 完全不知道洞里面 发生的一切事情 那大卫让扫罗走出洞口 有一段距离之后呢 他才呢 呼叫扫罗 大卫呢 呼叫说 我主 我王 扫罗就回头一看 看见大卫呢 伏伏在地 向他下拜 并且呢 大卫对扫罗说 你为何听信人的残言 说大卫想害你呢 我父啊 你看看我手里拿着是什么 是你袍子的衣襟呢 我刚才是有机会杀你的 有人也叫我杀你 但是我只割下了你袍子的衣角 你由此可以知道 我从来都没有呢 叛逆里 害你 杀你的意图 因为你是神所高立的王 大卫高声对扫罗说 我不敢下手伤害我主 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大卫有始至终 都不把扫罗看为敌人仇人 只认扫罗为神所立的王 他尊重扫罗 因为大卫尊重神的拣选 他顺服神的安排 他不做背信弃义的事情 Eugene Peterson 在俗世圣徒这本书里面 他说得非常的好 也非常的生动 他怎么说呢 扫罗坐在他的王位上 宽衣解带的在大姐 哎呀 真是粗鄙不堪 大卫乡土气息很重 但是一点都不粗鄙 他把一局非常丑陋的场面 转变成为慷慨 极昂 效忠君王的神圣时刻 为那不可思议极高的敬虔生命 做了一个见证 大卫在扫罗身上看到神的荣耀 大卫竟然叫这个臭得不得了的言动 变成了一个荣耀神的神圣的地点 把扫罗坐在天然马桶上面方便的一刻 变成了尊荣上帝的神圣的时刻 可见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容神一人 不用等到逃出山洞 在危险的言动里面 在敌人的面前 我们都可以顺服神的安排 尊重神的旨意 敬畏主 荣耀主 已故韩国的学员传道会的会长 金俊昆牧师 在韩战的期间 在共产党的手下受了很多的苦 那一个下着雨的深夜 他的村子里面的大批的村民 在武装分子的挑唆之下 联合起来 把他和家里的人 还有村里面六七十个的那些的老人家 妇孺呢 都带到一个地方 然后呢 就开枪 把他们的通通杀死 那金俊昆的父亲 还有他的妻子 就在他面前呢 被杀的 他自己就被虐打 到失去了知觉 奄奄一息 但是雨水呢 落在他的身上 让他清醒过来 他就没有死 他回忆说 那是我灵魂最痛苦 最黑暗的时刻 我所爱的妻子 我所敬重的父亲 就这样死了 我与神好像完全隔绝了一样 他清醒了之后 他就找到了唯一生还的小女儿 逃到山区躲起来 但是又再一次呢 被抓回来了 加倍的虐待 那么在牢狱里面 看管他的 是杀害他家人的共产党 他非常的痛苦 那一天呢 他从疼痛当中醒过来 发现自己的嘴唇呢 在动 原来呢 他在祷告 他说 他从死亡边缘活过来 神把我从死因的幽谷拯救出来 他要我像杀死我家人的共产党人传福音 要告诉他们 他们需要耶稣 上帝要我亲口对他们说 上帝爱我这个罪人 他赦免了我的罪 我也当爱我的敌人 把基督爱罪人的福音 向他们来传讲 他后来说 他顺服神的吩咐 按着神给他心中的感动 去行 那这就是荣耀神 尊荣主 他就开始呢 为逼迫他的人祷告 一天他就勇敢的走到呢 看管他 杀害他亲人的共产党的首领的面前 对他说 神爱你 我也爱你 对方完全不知所措 眼前这样一个受尽折磨的人 竟然向他诉说 耶稣赦免人的罪 耶稣爱你的这个消息 这个首领呢 简直不能相信他听到的 更没有办法抗拒那真诚的爱 他为自己所作所为痛悔 发现自己呢 杀过无数的人是个罪人 他就跪了下来 真诚的悔改 信了耶稣 那接着下来呢 金牧师向许多的共产党员传福音 很多人信了耶稣 并且呢建立了教会 杀害金牧师的家人的那个人 后来呢 就成为了教会的长老 每天呢 都与金牧师呢 彼此的带导 互相的纪念 金牧师和他的女儿 是一个晚上的杀戮的幸存者 他在他人生最深最黑的山区岩洞里面 他顺服了神的旨意 遵行耶稣爱仇敌的吩咐 他在他的影迹底 没有杀害他的仇敌 却以爱和宽恕来荣耀神 就像当年大卫对待扫罗一样 原来弟兄姐妹 任何一个时刻都可以尊荣主 就算在痛的不能再痛的时候 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荣耀神 就算那个是充满了暴力跟罪恶的地方 漆黑一片下着大雨 我们还是能够敬畏神 尊荣主 远离恶事 遵行神的旨意 在困难当中 我们当效法大卫 人在山洞里面 心却在洞外 在天地之间高唱 神啊 愿你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今天你是否在困难当中 在你的鸭肚兰洞里面 在影集底的旷野的山洞里面 让我们效法大卫做三件事情 第一就是祷告 第二就是赞美 第三就是尊崇神 祷告 把山洞看为至圣所 祈祷如香 从诗恩座基督博的翅膀下 冉冉上身 直达天庭 第二赞美 把洞穴变成音乐厅 把岩洞看为大教堂 用歌声期待救恩黎明的来到 用音乐赶走洞里面 一切的阴霾 第三 尊崇神 把敌人的位身间 变成荣耀神的神圣之地 无时无刻 荣神依人 任何地方 为至高的神做见证 大卫做第三件事情 让我们看到 他仍在岩洞里面 心却在洞外 广大缭乎的天地之间 当你走进大卫受苦的洞穴里 你有没有惊讶地发现 他的山洞真是别有洞天 今天你要用大卫的眼光 再来看一看你的旷野岩洞 请问你看到洞里面不一样的风景吗 受困欲依寝之下的你和我 让我们用不一样的属灵的眼光 来看我们的山洞 我们向神祷告 我们向主来赞美 把荣耀归给掌管天地 包括了地洞的 还有我们生命的这一位的神 阿们 感谢主 谢谢王牧师带给我们的美好信息 现在我们欢迎首次来参加 线上崇拜的牧道朋友和弟兄姊妹 如果愿意请至教会网站留下您的联络信息 方便教会牧者和关怀同工与您会后联络 也欢迎您继续前来一同敬拜我们的上帝 下面报告事项 因疫情严故 请至教会网站最新消息栏 查询教会最新动向 崇拜结束后 长老传道将与肉母献上开带祷会 欢迎有需要带祷的弟兄姊妹们参加 详情内容 请参考教会网站 2021年 复活节师班班员 今天崇拜结束后 请至肉母上开会 申请加入会友 本次有三位弟兄姊妹 申请加入教会成为会友 名单请见周报 大家若有什么问题 请在两个组日内 向牧师或者长老联络 中文堂授席典礼 将于下组日3月21日下午3点 与教会大堂举行 因疫情缘故 改为点水里 和肉母献上直播方式呈现 欢迎弟兄姊妹们一同上线观礼 庆祝他们成为 正式成为基督身上的肢体 详情请见周报 现在请大家起立 请毛传道为我们祝福 让我们一起来礼受 从神而来的祝福 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 与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摘 那照你们的本事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所有神的儿女同声说 Amen 祝福 请坐 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 请大家磨蹈后散会 请大家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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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